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QQ,COM,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立即下载错误吗?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1.47分直播,1.47分弹幕高清超清,人才断档带来的肯定是技术断档,胡等的悲哀,男足方面,李皮同样面临更新化带的巨大副效应,38岁的政治还有老季福利,接班人先不说同等技术水平,但看同等比赛稳定性,国内没有水拿得出手, 也难怪有球迷要以周海滨也才33岁来自我麻醉,未来在哪里,按照1万小时成才定律,欧洲年轻球员在20岁,前会完成1万小时的高质量比赛,建立日本从国家队到各级俱乐部,一直向这个层面快速靠拢, 进入了职业联赛以后,快速学习和吸收比赛经验,强化技战术执行率,在25-6岁就进入竞技黄金期,在成员级别的国际大赛上出成绩,以此标准衡量,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对老将苦苦支撑已成定职,而2026年的男足世界杯,国家对孤诈应该是1996年, 以后出生的球员,那时刚好30岁,完全不敢奢望00后一统天下,逃掉选材棉太宅的鲜鲜缺憾,中国球员的整体技战术和心理成熟期,已经日后于智本甚多,性别不分男女,日本队南亚运会,亚洲杯等大赛锤练青年军,好时比赛心态,大前提就是有着充足的人员资本,深厚的技术臣,电, 不管国家几队,技战术风格和打法上一直高度统一,国足大多数场上球员被骂的最多的是停球三米远,而且关键比赛下,心态还会严重失衡,由此往后看奥运队,青年队,少年队,同样给不出很高的预期,2018年1月8日,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决赛,在7月2002世界杯体育场进行, 现场观众超过4万人,你没看错,是4万人,日本足球高中联赛决赛,现场观众超过4万人,2012年的数据, 日本女足联赛球迷人数,最多可以达到1万人,至少也有2000人,同年的年国内女足联赛最高上座率,出现在河北赛区, 现场观众超过4万人,现场观众超过4万人,6年过去了,最新的数据各种不出现,我们哪里感受到未来? 720p,高清480p,标清270p,倍速0.5x,1.0x,1.25x,5x,2.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战报。 中国女足遭绝杀领导义日本汉市金牌,王霜李影视良机50%,75%,100%,Vidic0027A6A,播放模式,Chronels,分辨率1920,x1080,视频狂高848,x480年量50%,视频协议HTTP,SCDNAPD,723,0945,B6399,BF2C291CA883,28036, VSM3CDNAPD,COM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码,版本号3.4.37,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播放流水6B75D9D613B2BF73FC5B729F87CAD6CA70201,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中国女族遭绝杀,0-1日本汉市金牌,王霜李影视良机,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P-U-S-H,V-D-Q-0-0-0-2-C-S-6-A-I-M-G-H-T-T-P-E-N-O-S-G-T-I-M-G-D-C-O-M-N-O-S-L-B-L-S-050-9-1-4-8-4-0-1-2-6-0-4-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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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约1分47秒,转文李扬,8月31日,在鞠港的大雨中,中国女足0-1-1西班日本女足,看着拿到手的银牌,女足姑娘的脸上满是不甘,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女足提搬日本,面对这足高峰,女足姑娘连续五届亚运会未能跨过,连续16年没在大赛中赢过对手,2011年日本女足斩获世界杯冠军, 而中国女足处在长期的低谷,今年8月份刚刚结束的女足U20世界杯,日本也已问底成功,成为第一支保揽女足三个年龄段世界冠军的球队成年队,U20,U17 再看日本男足,连续五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作为主办国不算在内,而中国男足值得一再回忆的只有2001年出现日,对手在直到不断加速 把我们越甩越远,而我们还在弯道上街男的校准方向,到地中越足球之前,差了啥?小境界,比赛容错绿,一球巧胜中国女足之后,日本女足足教练高仓妈子,在赛后发布会上说 我非常高兴决赛能面对中国队这样强大的对手,比赛到下半场中断之前,节奏都在中国队的控制之下,队员们能在这种情况迎下比赛,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控制了节奏却意外丢球 中国女足的确控制了节奏,占据了进攻上的优势 高仓妈子谦虚的同时,没有将日本队获胜的关键因素说出来 这个关键因素,是我们一再欠缺的,比赛容错绿,就算双方胜门比位14比4,日本女足胜门次数还没有中国女足摄中门框范围以内的次数多 但整场比赛,日本女足的防守,组织,进攻,一直行有余力 比赛执行率可以保持到第90分钟,兼得优衣加头球冲定决杀的那一刻 而中国女足在第80分钟的时候,体能瓶颈已经非常明显 2018俄罗斯世界杯上的案例,同样可以说明日本男足的比赛容错率高于中国男足 小组赛最后一场公然小富波兰,引发了媒体和球迷的巨大争议 日本前两战,胜哥伦比亚凭赛内加尔,即4分,是小组投名 波兰两战两负,提前出局,收关战日本只需占平波兰即可小组出现 如果日本不低波兰,赛内加尔战胜哥伦比亚,日本也可以小组第二出现 唯一的X因素就是日本和赛内加尔同样以一球高负 按照比赛规则,日本在被阀黄牌树上拥有优势 提掉了赛内加尔一小组第二出现 日本男足在俄罗斯世界杯一小组第二出现 反观中国男足,连掌控比赛都没能做到 更不用说拥有一定的容错率 年初中国被魏魏尔是血洗 亚运会淘汰在遇到U21沙特 大打小的局面下被人先贯四球,然后搬回三个 而且四个进球全部来自对手的反击 宛如镜像一般,U23国族主教练马达诺尼 故然缺乏主动应变的方略 而场上队员再也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 大境界,技术沉淀,越短男女族的比赛容错率 建立在根基扎实的技术沉淀之上 从日本足球改革之初,学习巴西的技术就成了坚定不移的大方向 无论男女族,无论哪个年龄段 追求个人技术的驱动力一直没有变形 现在已经脱离了亚洲水平 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 日本女族的技术水平优胜 身材先天处于劣势 但凭借技术优势,把人高马大的欧美强队玩得团团转 要命的是他们玩出了世界杯冠军 黄桃加深的精力不但会提升一支球队的成功经验 同时会增加比赛气质 心态和个人比赛能力的局限上升 一发球队的整体蜕变 这样的历史财富 不知献杀多少竞争者 归根到底 是一代又一代日本球员以匠人精神持续打磨自身技术 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职格和培养 才能在成年国家队杰出丰硕的果实 日本足球的成功在于对青少年的培养 依然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日本对咸淑传控的同时 前场高类B场和反击同样有板有眼 节奏宁宽 这说明有了足够的技术素养 战术阅读力可以得到充分保证 特别是日本的旅欧球员 基本能在得甲 气甲得个级别队伍站稳主力 希望不同风格的足球战术 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回到国家队也没有明显的不适应 这样的技术沉淀 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 8分之 一淘汰在面对比例实现赢后输 场面局部协作效果 比赛质量上完全是五五开 这就是技术沉淀的好处 要不是欧洲红魔神经百战 最后放弃控球直接打反击和船中冲掉 常规比赛时间下定会输个灰头土脸 技术沉淀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球队更新化的更顺畅 原因很简单 不存在换血后技术断荡的问题 本届亚运会 日本女族换血基本完成 没有招入任何旅欧球员 照样可以击败精英进出的中国女族 技术稳定性完全不是一个当次 反观中国女族半决赛对中国台北女族 全场三十角射门 十二次摄政 仅以一比零取胜 还成就了对方们将蔡明荣和多达十一次的灭天铺就 决赛已经提过了 不再赠数 如今的女族阵容 韩鹏二十九岁 楼嘉惠二十七岁 赵丽娜二十七岁 李嘉月二十八岁 王珊珊二十八岁 张瑞二十九岁 古亚莎二十八岁 任贵贤三十岁 后面呢 后面没有了 二零一四年加拿大有二零女族世界杯赛 上和德国一二练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的上场队员 现在仅有萧玉仪 王霜 李孟文的成年国家对阵中 而二零一九年法国女族世界杯 已迫在眉睫 中国女族面临轻狂不见的问题